昨天說到瑩瑩和令狐聰跳上了一塊大石上面 左冷蟬就說了 平子,他們兩個在上面 哈哈,令狐聰,你們在上面站一輩子 令狐聰沒有出聲 他一隻手抱著瑩瑩的腰,一隻手握著一場劍 心想,和瑩瑩在一起,就算死我也心足了 左冷蟬大喝一聲說 喂,你們雙眼被這個壞公刺蠻的,不記得了 那十幾個盲人一聲衝到令狐聰和瑩瑩的岩石下面 跳起來向上面亂斬亂劈 有個盲人還快跑上來 令狐聰在風聲裡面聽到,有人撲上來了 他一劍送出去,刺激盲人的胸口 哎呀,一聲,吐低了 跟著六七個盲人一起撲上來 令狐聰和瑩瑩同時出劍,又刺死了兩個 結果,其他那些盲人一時疾住了,不敢再衝上來了 雙方僵持了一會兒 突然,吐一聲,風聲罩起 有兩個盲人分別從左右兩邊撲上來 令狐聰和瑩瑩立刻出劍一格 撐撐兩聲,四把劍相撞 令狐聰右手一震,長劍幾乎脫手 令狐聰知道和自己把劍相撞的那個人當然是左冷纖來 瑩瑩嘖一聲,肩頭中了一劍 身向前一蹤,幾乎跌了下來 幸好令狐聰立刻拉住了他 那兩個人又是再攻過來了 令狐聰一劍向著進攻瑩瑩那個人刺過去 撐一聲,那個人變得很快 順著劍風就上來了 令狐聰想,肯定是林平芝 他立刻縮下他的身 林平芝凌空躍起,連出三劍 他的辟邪劍法真厲害 令狐聰怕他傷到瑩瑩 立刻抱著瑩瑩跳到地 抓住石壁,亂斬 哈哈哈哈哈哈,令狐聰,你肯惡力了嗎? 你今天是這麼大仙 左冷纖出劍直刺 又是撐一聲,令狐聰一劍隔開 但是突然整身震了一下,覺得有股耐力在場劍裡傳過來 當堂打了個冷震 啊?陰寒內功啊? 他想起那隻在少林寺 任我行用吸聲大法吸了他的陰寒內力 幾乎凍死了 現在左冷纖又想來神了 知道令狐聰就不領他的事 立刻運力向外一谷 但是被左冷纖的內力彈回頭 手指一鬆,長劍甩手飛出 各位,令狐聰全身的功夫就靠這把劍 沒有了劍就等於被人廢了武功 搞不好他想不死也很難 令狐聰急了,他立刻護身上 想在地上隨便摸一把劍也好,刀也好 他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 咦?什麼冰冰痴痴呆的? 哎呀,是個死人頭來的 啊,他縮手都縮不及 立刻抱著盈影,退後了兩步 搶搶盈影隔開了兩劍 接著吹一聲 盈影把短劍也飛了出去 令狐聰更加急了 他又試護身人摸 啊,這次好像摸到一條棍 他想都不想了 一手撿起就隔開了林平之斬過來的劍 哭一聲,那條棍斷了一絕 令狐聰低頭避開了劍風 突然,在他眼前有幾點綠色的光閃閃下 這幾點的光雖然很暗 不過在黑媽媽的山洞裡 就好像夜空裡出現的一顆明星 隱隱約約看得出敵人的身形和劍光 令狐聰跟盈影精神 只見左冷仙又試了劍 unit 殺出來了,令狐聰ありがとう他 一縫接著的喉嚨被解完 誰知道左冷仙鬼打到的 Э 一個李若龍門向後跳開了 瑩瑩在地上撿起一把長劍遞給令狐聰 他就接過令狐聰的短棍亂舞 令狐聰靠著點點的青光 使出獨孤狗劍 口不停說殺你祖宗十八代 他連氣殺了十二個盲老 有幾個盲老還懵懵懶的 以為他是自己人大喊 不要打,不要打,自己 誰知還沒說完,喉嚨已經中劍 回到舊市那裡了 左冷閃和林平姐都突然醒悟了 有火馬 沒錯,阻礙了門 令狐聰跟著向左冷閃連刺了三劍 左冷閃聽風便氣,撐撐撐擋開了 令狐聰即時覺得手臂宣軟 游死一陣寒氣在長劍裡面傳過來 令狐聰立刻定住把劍,動也不動 左冷閃聽不到他出劍的聲音有點害怕 馬上舞起長劍護著全身的月位 令狐聰靠著形影舞起短棍發出來的微光 慢慢轉身 用劍指著林平子的右臂 一串一串地送過去了 林平子是側起頭,捉了用神地聽劍的來勢 但是令狐聰的劍是逐點逐點刺過去的 他的氣息都聽不到 當令狐聰將劍刺到大約有半尺的時候 突然出來向前一刺,啪一聲 林平子的右手臂跟骨齊斷了 林平子大啪一聲,長劍飛出 然後發瘋狐,整個人都向著令狐聰撲過來 令狐聰咳咳兩劍刺到他兩隻腳 林平子,咳咳一聲,躲在地上 令狐聰轉身看著左冷閃 只見左冷閃咬牙齒齒,樣子都不知道多可怕 他的劍招雖然又急又快 但是在令狐聰的獨孤狗劍的攻擊下,破綻百出 左冷閃,你做得好事多了 我今天豈能用你 令狐聰一斗精神,嚇一聲,長劍一起 左冷閃的眉心喉嚨心口三處中劍 令狐聰咳完之後,立刻跳開兩步 他拿著瑩瑩的手 只見左冷閃蹤了兩下,向前蹲下 手腳踢了幾下 這個江湖上的一代宗師,就這樣飲恨長詞了 令狐聰和瑩瑩定了下臣 令狐聰又怕林平子會臨死之前咬一口 立刻又在他的左手臂上補兩劍,削斷他的根脈 臨平子的手腳根脈都斷了,想動也動不了 令狐聰在那些死人身上摸到火刀火石,然後點著了火把 在火光底下一看 原來瑩瑩拿著的那支短棍是一條死屍骨 瑩瑩怕得喊一聲,扔下了在地上 令狐聰就仿然大悟了,他說 瑩瑩,我們兩條命是這位神教前輩搭救的 神教前輩? 你不知道 當年神教的十個長老攻打華山 被靖派的人困在這個山洞裡出不了 就這樣死了在這裏 這條腳骨,不知道是哪位長老的呢? 我無意中撿起當棍子 被左冷閃就斬斷了一絕 死屍骨是有輪火的嘛 我們就藉著那些輪光,保住那條命的 令狐聰一說完 他掃了眼地底下的死屍 突然想起燒傷夜雨莫大先生 莫斯伯,莫斯伯 沒有人應他 他想起莫斯伯對自己這麼關心 今天慘死在山洞裡 心不敢一陣淒涼 心想現在最重要的是先離開這個山洞 將來再回來找回莫斯伯的屍骨 於是他一手撕起林平子的胸口 對盈盈說 盈盈,我們先出去 盈盈立刻撿起山洞裡的搖籤 然後令狐聰就走出去了 他們順著當年大力神魔 用尼虎開出的地道出了後洞 來到令狐聰當年面壁的山洞那裡 令狐聰和盈盈吸了一口大氣 整個人都鬆了 盈盈問 聰哥 以前你師父就罰你在這裡試過嗎 沒錯 鳳太師叔就在這裡阻礙了 不知道他老人家現在怎麼樣 我很掛念他 他說過他以後就不見華山派的人 不過我現在早就不是華山派了 我想他會見我的 聰哥 那我們快點去見他 好 於是令狐聰就放下林平之 確一聲進一把劍 捱著盈盈的手就一起走出山洞 他們兩個剛剛走出洞口 突然在頭殼頂上有個黑影動了一下 糟了 令狐聰和盈盈馬上閃避 誰知道來不及了 一張很大的魚網 兜頭的凹下來 看著他們 山洞頂上有個人跳了下來 拿著網繩出力的拔 收緊了魚網 令狐聰叫了一聲 師父 原來那個人是惡不群來的 惡不群奸笑了一聲說 令狐聰 令狐聰 你想不到 你今天大爛臨頭了 最多不是死 今天我和外妻同在一起死 我沒什麼遺憾了 你死到臨頭了 你還這麼厚眼 師父 你待我真是好 明知我們兩個不想分開 謝謝你今天成全了我們 我從小是你養大的 你好知道我的心意 世上的自己 你只會有惡先生你一個 令狐聰 你自小的嘴巴就不收了 到死還是死性不改 好吧 我先割你的舌頭 免得你進了地獄之後 嚴羅王再找你開刀 惡不群港元飛起一腳 點了令狐聰的雅月 然後說 任大小姐 你想我先殺他 還是先殺你 隨你喜歡 不過 我現在就只有三顆 三絲老神丹的解藥 你的命都不長了 惡先生 惡不群一聽到三絲老神丹 當堂驚到臉色都變了 他自從吃了三絲老神丹之後 做夢都想著怎麼拿到解藥 所以他就瞪準時機 在他們兩個走出山洞的時候 突然殺出金絲魚網 將他們網住 然後殺死他們 再在瑩瑩身上搜出解藥 現在聽到瑩瑩說只有三顆解藥 就算殺死他們之後 自己也只有三年命 一想到三年之後 自己就私從入腦 狂聖大發而死 他不敢心驚膽震 他想了一會之後 好 那我們就做一批生意 你教換我制煉解藥的辦法 我就放了你們 小女子雖然沒甚麼見識 但我知道君子劍惡先生的為人 閣下如果說到做到 就不會叫君子劍了 嘿嘿嘿 你跟著令狐聖 沒甚麼學到的 就學到禁口箭 不跟你浪費這麼多口水 制煉解藥的方法 你到底肯不肯說 你別浪費了, 岳先生 三年之後 我和衝浪在鬼門關公後 你大駕光臨就是了 不過 到時閣下五官不存 面目全非 我們不一定認得到你 嘿嘿 就算我面目全非 我都長你們三年命 任大小姐 我不想現在一刀就殺死你 我要割了你的雙耳 割了你的鼻子 再在你白色色的臉上 戒十幾條刀痕 嘿嘿 我要看看 你那個多情多義的衝浪 還喜不喜歡你這個不像人 又不像鬼的忠無掩 惡不群說到這裏 她聲一聲 拔了一把長劍出來 瑩瑩驚叫了一聲 各位 瑩瑩不是怕死 她是怕自己真是被惡不群這樣一刀一刀毀 怕令狐聰見到她傷心 這時候令狐聰雖然被惡不群點了雅圓 知道她手腳還會動 她明白瑩瑩的心思 於是伸出兩隻手指 想插盲自己的雙眼 聰哥 不要 你不要 惡不群本來不是真的想和瑩瑩毀容 她只是想嚇一下她 逼她說出制練解藥的方法 至今如果令狐聰真的插盲自己的雙眼 瑩瑩就更不會說出制練解藥的方法 於是她立刻用左手 隔著魚網捉著令狐聰的手腕 停手 誰知道當她的手一碰到令狐聰的手腕 來力立刻外洩 皮卡法 她想說縮開手 遲了 任她怎麼插都好 雙手就像黏著令狐聰一樣 插都插不掉了 令狐聰立刻一反手拿著她的手掌 惡不群的來力更加好像崩了機的細碎 一聲流到令狐聰的身上 惡不群害怕 她右手揮劍向令狐聰斬過去 令狐聰出力一拖 惡不群的身一側 把劍就斬中了地下 當她想再舉起把劍斬下來的時候 沒力了 幾乎連手臂都遞不起 她出盡全身的力氣 終於舉起把劍 劍斬就對準令狐聰的眉心 震一下震一下慢慢刺過去 咬煙了 瑩瑩害怕了 她想用手指彈奪不群的把劍 但是她兩隻手被令狐聰摘住了 動也不能動 魚網又收得很緊 她始終出不了手 而令狐聰的左手又被瑩瑩摘住 也是動不了 眼瞪瞪地看著惡不群的劍 一串一千五刺起來 糟了 誰知道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有個女孩一邊衝過來一邊說 你…你想做甚麼?快點收劍 惡不群的心疹了一下 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知道她在這個生死的緊要關頭 不管那麼多了 她鼓起全身的力氣送把劍過去 哎呀 劍占就已經碰到令狐聰的眉心了 突然她一聲 惡不群跌倒在地上 原來那個女孩一劍插入她的背部 令狐聰大哥, 你沒事吧? 令狐聰一看 哦, 是二林師妹 令狐聰即時熱血上湧 想多說幾句多謝的話 知道她又說不出 瑩瑩就說 二林師妹, 令狐大哥沒事 哦, 那我就安樂了 二林看了眼, 被她刺死的那個人 啊, 是惡先生呀 我…我殺了他呀 沒錯, 恭喜你報了殺師大仇 麻煩你解開魚網, 放我們出來 哦, 哦, 是… 是我殺死了惡不群 是我殺死惡不群 二林不知道是歡喜呀, 還是怕 她手抬腳抬, 解決也解不開魚網 突然左邊有個人大開聲跳出來說 師姑仔, 你殺死了尊長 我盧德駱今天叫主持公道 瑩瑩地說了 師妹, 你不用怕, 快點撿起把劍擋住她 二林震騰騰地在惡不群身上 拔出把劍出來 盧德駱生生生三劍快攻 二林勉強擋住了她兩劍 第三劍在她左脖上拉過, 戒開了口 盧德駱的劍招越洗越快 有幾招是辟邪劍法的 不過還沒學到家 跟林平之比起來差很遠 幸好二林這陣子 在怡青他們的督促下 苦練了一段日子 還能擋得盧德駱幾劍 瑩瑩地知道 二林始終都不是盧德駱的手腳 如果二林一輸 她跟令狐聰的命就凍過水了 於是她不理那麼多了 她出力猛地搓 突然搓鬆了左手 馬上解開令狐聰的雅穴 再在身上摸了一把短劍出來 令狐聰大喊一聲 盧德駱 看看你後面 真是人老鬼的精 盧德駱知道令狐聰是想她分心 她不僅不理 她還加快了劍招 猛地攻二林 盧盧想飛劍去吉盧德駱 之後又怕誤傷了二林 就在這個時候 二林嚇一聲 左膊又中了一劍 令狐聰見到盧德駱不上當了 又出第二籠 猫猫猫猫 啊 綠師弟的猫猫 你快點衝過去 咬她 咬她 她就是害死你的主人的 快點 是是衝過去 盧德駱聽到綠師弟的名字 她心虛了 就是她在偷鱷筆群那本紫霞避本的時候 殺死綠師弟的綠大友 綠大友平時是養了一隻猫猫 她出出入入去跟殺她 綠大友死了之後 那隻猫猫也不知道去向了 現在她聽見令狐聰這樣說 就以為綠大友的猫猫真的撲上來咬她 她馬上反手一劍 向著後面劈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 瑩瑩飛出短劍 盧德駱很機警 聽見風聲馬上縮低 短劍咬一聲 在她頭殼頂飛過 令狐聰跟著在魚網裏面 拿著魚網上面的長繩 出來一拋 長繩就纏住了盧德駱雙腳 然後向後一拉 盧德駱就扑在地上了 令狐聰和瑩瑩大聲說 斬死她 師妹 你快點斬死她 誰知道二林心慈膽小 她舉起把劍 總是不敢斬下去 剛才殺鱷筆群 她也是為了救令狐聰 不是有心殺人 現在要她對著一個生病的人斬下去 她手震了 師妹 你幹甚麼 斬吧 快點斬 二林吞了口水 終於鼓起了勇氣 對準盧德駱的頭 一劍就斬下去了 誰知她心驚 手一歪 撲一聲 只是斬中了盧德駱的右膊 斷了她的琵琶骨 盧德駱長劍飛出 她怕二林第二劍再斬下來就沒命 她立刻忍著痛 出力搓掉了一條繩 跟著就爛起來 扔到山崖走了 這個時候 突然在山崖上面有兩個人衝上來 咦?是兩個甚麼人呢? 好,各位,聽日治港